這樣我們出去談妥的話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除了知道你那些科技東西 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不叫做生意 那叫做research 這是一個道理 那當然你要告訴人家 我到底要做什麼產品 剛才雷總也說了 最好的產品 不是說是技術上含量高 最好的產品是人家馬上能接收 這個也是我開通事以後等到 四五年以後才琢磨出來 如果我現在發明的東西 太領先了 從技術上來說是很好 專利也很好 讓人家覺得技術含量很好 但是你要跟那個臨床一講 他們說impossible 你要改變我這些東西 完全不可能 所以你反過頭來 你改你的東西 所以最後倒過來 就說你乾脆你告訴我 你要什麼 看我能不能按我的技術 來給你做到你的 當然中國我是做診斷的 中國那邊跟我講說 最好是北美產品 我說這可以 最好是價錢 就跟我們現在用的 很深化差不多 我說這個比較難 然後最好就是 按摩奧股都能做 不是說是我找一個技術員 然後這樣去應付 那我又沒人了 那這個呢也是很難 反正最後呢 我就反過來把我們的技術 來打擾他們的邀請 而不是說 我有一個好東西 你來買我 而是你要什麼 我來給你做成你要的東西 那這裡頭有技術含量 最好,那當然最好你整個計劃你沒有資金,那又是不行 所以這個資金我要跟你講的就是不要想到我下兩個月 我要想到的是我下面兩年當中需要多少資金 然後要有個詳細的是我下個月需要多少 那就是說你如果是計劃到你的公司要兩年以後都包括的資金 那肯定我就不會犯我上升的第一個錯 人家願意提供我兩個million的投資 但我只寫出來需要15萬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慘的一個教訓 當然就是我還要問莫斯坦 那就是說你現在這時候pland都找好了,people也找好了 那你現在partner 那partner的話呢我給你講這個 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最大最大的弱點 中國人剛開始幾個人哥倆說好了做 然後最後能善事善衝的 我沒看到一家公司 是中國人幾個合夥的 這個的話呢我覺得呢這裡有幾個特點 就是說中國人當中之間做事呢 比較容易好的起頭 咱倆認識很久了,你也羨慕我 我也信了你也沒什麼document 就sign就開了 說好你50我50的 那最後慢慢慢慢的他有別的事情忙了 我是一天到晚在那忙的 最後呢心裡不平衡了 這些東西呢是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找中國partner呢還是最好 因為大家文化背景相同理解能最好 唯一的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是再要好的哥們 你一定要就是document按照這邊寫好 那個不光是那個股份的分配問題 職權的分配問題 還有就是showhold agreement 可以做什麼可以不做什麼 這些都是規定好了以後呢 就不會有太大的徵集 而且呢永遠就要想就是說 我做多少是為我自己那一份 把它怎麼樣發展 不是說是我去看人家那一份 我再三更加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可以佔有90%的這麼大的餅 和佔有10%的這麼大的餅 你說你要哪個 從道理上來大家都很想得通 我寧可要10%這麼大 但心理數字上平衡不可能做到 因為畢竟來說頭期是你能邁出的一步 不光是說是問太太要多少錢的問題 這就是你往往是把自己好的前途給放棄了 才賣了一步 這個肯定就是我說肯定你要想好的 所以這個差別之間就是 還有呢我是借鑒 借鑒 怎麼是 回去 這個 回上去 上去 對 借鑒別人成功的東西 這是affiliate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代啊 你最好是說你開公司 最好要就是說借鑒別人已經 比如說是他這家公司跟我可能有合作的 那我們可以不能去簽一些這種意象呀 或者是給你一個一個 credibility的問題 我當時給去年是給一個一個出了很好的主意 但是我估計他沒拿我的主意去做 他也是要開發一個新的藥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做藥的話就比較難 因為這個自己